为了庆祝雷虎特技小组成立60周年 国军昨天在台南空军基地举办了大型的展演活动 精彩表演 吸引数万人参观 而这也是红重秋暗发生之后呢 国军首度举办的大型展演活动 导演李刚也带着剧组人员低调来到现场 为了筹备下一部关于空军的电影刊警 为了庆祝雷虎特技小组60周年 台南空军基地开放民区举办大型展演活动 雷虎特技小组的精彩表演吸引数万人参观 现场万头专动 导演李刚也带着剧组人员在人群中 原来他想筹拍一部关于空军的电影 特地进场勘警 要准备拍一部空军的电影 对 是来来看看 李刚从小就向往飞行 还曾想过要报考空军关校 虽然后来一元机会念了航海戏 但还是无法忘怀儿时的飞行梦 如今身为导演 希望能够用电影来实现梦想 小时候的梦想 就是念小学时候的梦想 到现在四十几年了吧 小时候觉得最帅的人 就是那个穿着军服 那个橘红色军服 然后那个抗击的那个衣服 然后那个戴个太阳眼镜 后面军刀飞机 我觉得那个是最帅的人 那个想飞的梦是一直没有 而且台湾现在也是被压抑 好像也出去嘛 大家都有一种想飞的冲动 不过李刚对这部电影保密到家 不肯再多透露 只说关于故事剧情 将来进电影院就知道了 点核报庄中勋 台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